我们要来看的是食用油参甲风波 从鼎心集团再扩大到南桥集团 从猪油再扩大到牛油 今天上午食药署公布 南桥以工业用途爆关进口牛油 却没有办理食品输入查验登记 怀疑是用来当作食用油 桃园县卫生局立刻要求南桥化工 将123项产品预防性下架 但是南桥集团董事长陈飞龙 中校开记者会他强调 产品绝对没问题 否则马上官场负责 退出油脂市场 一切的问题只是爆关的文件物质了 这是我们从64年来的宗旨 各位可以随时检查 如果我说的话不算数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承诺 我明天就把工厂停工 我马上停业 我从此退出这个油脂工厂 话如脱江野马刷不住 连自己都觉得讽刺 非常讽刺的 我在座有几个好朋友 才昨天我们还在讲食安的问题 今天呢我要在这里为我公司的食安来解释 南桥集团董事长陈飞龙为60多年的品牌心域挂保证 旗下油品绝对没有使用工业用油 是在报关作业出了披露 无比就是他们疏忽了 就是用不对的名义去报关 其实里面完全所有的完全这个规格都是一样的 目前都说报关错误的部分 这边可以接受 非常合法的公司 上市公司 那么他所有的行为都要符合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 那规避查验是非常不应该的行为 对比两兆说法 似乎从餐入工业用油变成逃避查验 不过南桥也说了 进口工业牛油与使用牛油关税相同 根本没有动机混甲油 假如可以做食品的牛油 跟不可以做食品的牛油 进口的关税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有逃税的动机 其实它都是一样的 用这种逃避查验的方式 来进口这一类的油品 的确非常的不应该 而南朝部分已经紧急向原产国申请证明文件 也在期限内交付给食药署 但真伪还有待查验 但确定的是行政上疏失 造成123项产品下架 消费者信心还经得起打击吗 有点TV蔡仲武李子轩台北报导 是否这么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